各位老师,现场的老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亮校长 欢迎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的铺浪讲堂 首先我要恭喜一下我们的讲师,我们的文圣刚刚获得亲子天下创新一百的创新教师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虽然大家都不要听到掌声,我掌声大一点 这个大家都有吧,这个影片大家都有 我觉得文圣这个是十字名归啦,不是十字名归,是十字名归 开个小玩笑啦 那今天是学期末,我们大概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场 那个线上课程 当然7月份还会再有啦 那现在目前各位如果有参加我们互浪联会有报名,然后有成功的人呢 非常恭喜各位,我们期待7月5号到7月7号在三菱系大饭店再相见 那当然呢,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在线上再见一次 我们希望说提供这个课程呢,给老师呢在 所以不管你在多远的地方,像阿远即将到花莲去当校长 那以后呢可能订不到车票回来 线上呢跟大家来见面 我想等阿远去当校长一个月以后 我再请他到线上来发表一下当校长的甘苦谈 准备一下啊阿远,OK吗 就是车票比较不好订 车票比较不好订没有关系,到时候再请你来分享一下 呃,主持一个学校到底可以看到什么这样子,想一下哦 谢谢大家 我发现你那个额头上面的光月也越亮了 打得打得非常的好 好,我们废话不多说,还是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师 我们文胜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今天的主题是 人人都能教创课 这个主题有两次哦 那文胜你不要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不知道要下课哦 上一次被你讲到 我那个影片非常非常的长,要剪成两次 我们一个小时就结束好不好 因为大家到最后体力还是有限哦,尤其是我老人家 好,把帮子交给文胜谢谢 好,那我把萤幕共享一下哦 好,那大家都看到我的萤幕哦 好,那今天主要就是讲 呃,我们教创课的时候的一些选择 还有买材料的简单的注意事项 好,这上次好像有提到一些哦 还有就是 呃,其实教了那么多年哦 我们大概 会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整合在一起教的 不用每一个都教 那所以这个部分还有那个课堂管理怎么样 会比较好上课 也会跟各位报告 好,那我就先直接切过来了哦 好,那呃,我们现在教创课的部分哦 其实呃,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硬体的部分 这字会不会太小 好,这样好一点哦 呃,现在教创课其实呃,主要呃,分两个部分哦 第一个就是运算思维嘛 就是资讯科技的部分 第二个是生活科技的部分哦 那因为我们教创课的哦 就是通常呃,软硬体都会一起处理 那所以不管是呃,资讯科技的部分 好,运算思维的部分 还是这个生活科技硬体的实作的DIY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上创课两个就统包了哦 就可以都交得到 那目前在在我们的课程的选择上面 其实如果你要搭配硬体的话 那我们目前我用过了哦 我比较建议的部分哦 那个乐高我就不讲了哦 因为乐高贵族的选择嘛 那我们我们是国民教育 所以为了要这个普遍到每一个学校都能够实施的话 那当然你的你的设备不能够买不起哦 那所以我们就这几个来做来做说明了哦 那目前就是最简单的哦 最简单的哦 这个Makimaki跟Pickelball 还有Microbit 这三个其实是最简单的哦 那像Makimaki它 呃 它只有输入端 可是比较好玩的是它 呃 几乎 哦 只要有有这个水分的东西哦 包括那个木头啦 树叶啦 或者人的身体水果等等 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当做输入 那所以换句话说以前我们如果在写程式在 规矩在操控的时候 那你有一些是要从键盘或者滑鼠上面去做输入的 你可以从经过Makimaki之后 你把它接到水果 接到香蕉 拔辣西瓜 或者是接到树叶 接到木头 接到人的身体之类的 它都可以变成是取代键盘或滑鼠的一个输入 那所以这个东西很简单 那它也只是设定一个驱动程式就可以使用 那另外在Picoball的部分 这个是早期 一刚开始 Squatch在推外部感应器的时候 宜兰那边 惠美老师那边先开始推的就是Picoball 那Picoball的话 它只有输入的几个基础的输入感测器在那个板子上 所以换句话说 它也是只能够把以前键盘滑鼠的输入 然后变成可以用感测器来输入 那当然就包括光线 或者是滑感 按钮 声音这几种常见的输入 可以取代把资料放到Squatch里面去做处理 那这两个都是只有输入 那 所以那时候在推Picoball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 这个是我画的吗 先不管它 应该 为什么 好 把它画掉 好 那 所以那时候在推Picoball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个 因为 这个充其量它只是键盘滑鼠的取代 那有一些简单的感测器输入而已 那所以呢 呃 变成说我的所有的输出 还是在电脑的荧幕上 那这样的东西其实 有点没有make the feel 好 所以 所以那时候我就 毅然决然直接跳Arduino 那Arduino因为它有输出 所以它的东西是可以动的 好 它可以接接马达 可以接到这个LED塞进布偶里面 或者是 装到某些东西上面 那或者是有一些开关 所以它是直接可以动 你做的东西是可以动的 所以它的变化是最多的 小朋友也不会因为输出都在荧幕上 然后就会慢慢的失去兴趣 而且它就是真的要动手去DIY 要接线等等 那所以变成对创客教育来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最有feu 而且它可以做成实体的做 实体的那个创作 好可以 甚至可以 黑客可以改 把你的一些玩具拿来改 或者布偶拿来改 或者是直接就是 装到你的一些 你的教具里面 可以做教具的设计等等 所以这个是变化最多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投入这个Arduino的部分 然后这个Arduino的部分呢 最近它其实我们硬体大概就是Arduino的部分 那因为最近那个有新的东西 也不是说最近 因为教材金柱那边 他们才最近这一两年 因为整个宜兰线都是买Colombook 那Colombook因为它刚开始没有Arduino的驱动 所以它没有办法直接使用Arduino 所以后来他们就是透过那个 这个ESP8266 还有最近新的DeFi的部分去 去使用Colombook来用这个玩Arduino 那可是后来现在Arduino也有 也有那个Colombook也可以使用 所以他们走的方向是走那个WFDuno那一块 就是866那一块 那但是这两个我待会会跟各位说明了 这两个我会比较一下 那后来呢最近 因为其实这个去年Microbit就有新闻出来了 英国每个小朋友 一人一片 那这个东西因为外国人的嘛 所以我们以前一直没有机会采购进来 我也看不懂那个英文采购的页面 那一直到最近有机会 有机会那个支撤会 有一个好消息 各位如果要申请这个Microbit的研讯 请你找支撤会 支撤会的那个老师 然后他如果你要电话的话到时候再赖我了 我再给你电话 他们可以免费包班开课免费哦 所以你们只要付自己的午餐费就可以了 那后来我 我们评估过了 其实Microbit非常的适合一开始进入创课的老师 那他也有输出输入都有 都有 所以他的东西不会只有在荧幕上面 那而且他不用接线 但是对我来讲 当然就少了一点创课的feel嘛 可是因为他有基础的输出输入 所以对于那个很害怕电子的东西的老师 或者怕接线的老师 其实Microbit非常的简单 而且我们玩Arduino 有时候你可能难免会碰到一些 可能要骚入或者步骤比较稍微繁琐一点 但是Microbit的使用方法跟随身碟一模一样 他的概念就是 这个Microbit插到电脑上面去之后 他就会像一只随身碟 你只要把你的层次丢进去 拉进去 那他就等于骚入好了 然后就可以直接离线使用 所以这个有机会的话 各位一定要去听听看 那所以这是今年之后呢 可能各位可以寻求的另外一条路 那在Arduino的部分 刚刚我讲就是 为什么我们还是坚持用这个Arduino 然后走Transformer这一条路 因为他真的帮我们简化了以前 刚开始我们教S4A 用S4A在教Arduino的时候 他需要一些繁琐的步骤去烧入韧体 然后再用那个S4A来控制 那可是自从那个异学 宇宙机器人公司他们 就是协助我们发展了这个Transformer 这个之后呢 现在完全不用烧韧体 就没有那个烧韧体的动作 只要直接开Transformer 就可以在里面直接点选 我要烧韧体 我要这个用S2A的积木 还是用S4A的积木等等 那选好之后直接按连接 它就会把Squitch叫出来 那中间那个烧入韧体的动作 我们就完全都不用去管 所以变成说我们完全不用备课 那以前我们在教的时候 我们还要先把板子烧韧体 或者是上课一开始就要先 教大家怎么样把那个 S4A或S2A的韧体 把它丢进板子上 那会花掉蛮多时间的 那所以我还是蛮推荐Transformer 再加上它在教学上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稳定 几乎有状况的不太多 那所以我们最近都是一直使用 这个Arduino配合Transformer 来用那个Squitch第二版的来做教学 那至于如果你们像宜蘭一样 都是采用那个Chromebook的话 Chromebook它现在Transformer 也有发展Chromebook的版本 那也是可以用 那不过当初宜蘭他们因为那时候 两年前 因为那时候就没得用了 那时候还没有Transformer的 Chromebook的版本 所以他们变成要找另外的解法 所以变成他们就只好去 后来就找到那个8266 使用WFDuno去教 那用这一套的方式 因为它比较专攻物联网的部分 那这两个会有一些差别 这个单机很稳定很OK 但是如果你要教物联网的话 Transformer这边也有 不管你是点对点 哪一台电脑对哪一台电脑传讯号 或者是到Sinspeak上传资料 或者是那个 那个叫公开的那个叫什么去了 突然一下子忘记了 就从政府网站下载资料 它现在都可以做得到了 所以基础的云端 其实Transformer是可以用的 那如果你使用那个8266 玩WFDuno的话 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如果你使用那个Wi-Fi 来做连接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因为牵涉到各校的Wi-Fi的 容量跟稳定度 所以通常就我们那么多次上课的经验 不管是请外面的专门的老师来 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课堂里面教学的经验来讲 这个其实如果透过Wi-Fi就非常的不稳定 一天到晚会断线 所以比较适合 人数比较少 比如说社团 它就不适合 比较不适合大班 状况会很多 那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走这条线 走这条线 这目前还是最稳定的 那只是说各位如果说会害怕 害怕有点复杂 那其实应该给我上过课应该不会觉得复杂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还是怕怕的 我是建议你可以走这条路 这条路也不错 那我们现在走Arduino这条路的 这硬体我们现在目前 其实你也很多 因为选择太多 所以你可能会无从选择 那我目前比较推荐的就是 如果你不想接线 那你就直接买一块Arduino的主板 再加这一块 这个是会手科技 它的那个Sensorball 它里面 它这个板子上面 扩充板上面就有一些感测器的输入 还有输出 已经都在上面了 所以基础的学习由它就可以了 那它也有留接角 可以让你做扩充 那我们花莲线主推的还是这一个 这一个套件 那这一个套件呢 现在是由那个天空 天空科技所生产 那由天空科技所生产这个套件呢 这个套件是我们当初SCA社群 惠美老师 拜托吴志文 张师傅工的吴志文老师做设计 那设计完之后 我们这里面就是有13组的这个感测器 那它的最大的好处是它所有的感测器的接角 所有的接角 全部都统一 所以它的感测器全部都是GVS 就是接地 然后电源 然后讯号照牌 按照顺序照牌 所以而且它的那个线头 而且它这个线头 全部帮你做好 三pin的它就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然后四pin的也是一样 都黏在一起 五pin的黏在一起 所以变成说小朋友比较不会差错 比较不会差错 那唯一的小缺点是 为了省成本 所以它没有做颜色的区隔 像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在课堂上面 我就会买很多这个杜邦线 然后呢 我如果是要玩三pin的东 就是要接三pin的模组 我就全部把这个拆下来 然后大家全部用同样颜色的 全部用同样颜色的这个杜邦线 这样就会降低那个错误的比例 而且我可以顺便教那个颜色 在电子上面的习惯 会有一些习惯上的用法 所以我可以固定那个颜色的用法 那这样的教学 以后小朋友 他自己拿到模组自己会接 所以他唯一的缺点 就是他颜色没有统一 就是颜色没有统一 所以五颜六色都有 这是唯一的小缺点 但是这个小缺点 你花点钱多买一点杜邦线 就可以解决 那这个板子上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他的扩充板 那就是所有的那个扩充的接角 都帮你做上来 而且做颜色区分 那个G电子业界 那个G就是接地 然后红色就是红线 红色的部分就是五伏特 那其他颜色大部分就是讯号线 所以其实他很好分辨 所以我们会使用这样的套件 来做基础的教学 那这种套件 这一套如果你去自己去网络上买 可能自己凑起来 大概要1300块左右 那因为我们这个S4A的总裁那边 有当初有跟厂商 就是我们自我那边有跟厂商 就是有协调过 我们for教育价 这一套只有450 所以各位学校要去买 只要找天工科技 女士学校 这一套都是450 你也不可能买到更便宜 但是你也不可能 你也可以 你如果要自己去兜的话 也可以买到更贵都有 那所以其实对我们商科来讲 其实就没有负担 450一套 我想一个电脑教室 如果买30套 应该各线是就算学校自己 应该也都出得起 那如果说将来 你那个感测器基础的部分 都学完了 其实你可以去考虑 就是自己再去买一些进阶套件 那这些套件 其实我也有叫易学 还有叫那个MotoDuno 会手科技他们 或者天工科技他们 说有机会的话 可以帮我们做进阶套件包 所以到时候如果各位要进阶的话 其实也可以问问看他们有没有这些东西 好所以在硬体上面我们是做这样的选择 好那么在软体上面 各位那个纯软体写程式的部分 我就不说了 就是这些大家都知道了 Squitch或者是那个CodeDo 这些我们平常都有在用的 那宜蘭他们就用WFDuno这一套 就跟我们走不同路线 那另外就是最近 因为有些教授会笑说 那个Squitch好像上不了台面 但是明明他就是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要运算思维的工具 那 所以呢我们也会考虑到 就是说有些老师他也需要说 把程式真的写进去 那写到Aduino上面可以离线操作 然后做出一个真正的作品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转到 Broccoli类的 Broccoli类的 那所以最近也其实也蛮多 好除了 这个是纯软体的Google的Broccoli 那早期你要用Broccoli来控制Aduino 我们是用这个AduBlock 然后后来那个会手科技 他们也写了一套MotoBroccoli 然后最近我们今天早上才请他们来上课 他们已经做到可以使用那个物联网 而且可以加上那个IFTTT的功能 所以你的Aduino如果发生 就是你写成是他感受器 如果侦测到什么状况 他是可以用你的Line 用你的简讯手机通知你的 他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 那另外今年 对今年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就是 Webduno他们做的Broccoli 他也做了一个模拟器 所以如果说你们学校真的还没有买Aduino硬体的话 请你考虑先用模拟器玩玩看 先用模拟器 这个模拟器是线上版本 所以你只要有浏览器就可以使用 这个Webduno 那据说不是据说 应该就是高雄白科那边花钱 请Webduno他们来做的一个模拟器 那提供给全国的老师们 学生们使用 所以说到这里 我们应该给那个高雄 高雄教育处 跟他鼓鼓掌 所以这个也蛮不错的 没有硬体可以考虑 那另外说如果说你刚刚你希望说 不要玩Aduino觉得太难了 那你可以选择用Microbit 那Microbit的话 它是也是直接在网页上操作的 直接在网页上 那你跟它的界面长得跟Squitch一样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写好的程式 按那个下载的按键丢进Microbit 就可以直接写入了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 联发科的7697 这个刚发表一个月 这个是硬体 那它自己有 它也有写一套 他们的Blockery的程式 所以最近Blockery的部分 倒是蛮多样发展的 然后如果你需要你的Aduino 跟手机做连接 做互相的那个部分 互相遥控的部分 那大概就会用到APP Inventer 然后如果你是IOS的 就会用到Swift 那所以这个部分 大概是比较新的东西 那也提供给各位国中 或者是知优班 知优班以上 大概你玩腻了Squitch之后 可以跳到这边来 这是我们在教育的选择上面 那在材料的选择 材料的采购 其实刚刚我就再具体讲一下 如果你买Microbit的话 现在 所以我前一阵子才买 但是异星科技现在国内代理的好像只有他 那不贵 那个一片680 那如果你去买的时候 你说你是SSA社群的 那他就是直接降价 降到500块 然后96块是运费 所以是596一片 那如果你要买Picoball的话 会手科技 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350号 350块 然后那个50片以上就会有打折 这报谁的名字都没有用 报我名字也不会打折 所以如果你要玩Arduino 然后怕接线 那就是刚刚讲的 Arduino主板 加Motoduno的那个Sensorboard的第二版 一定要第二版 第一版不太合适 然后也是直接找会手科技 然后Arduino就网路上随便买就好了 100多块而已 那如果你要买我们花莲线这一套 就直接找天空科技 或者找吴志文老师 所以他的好处就是顺序都统一了 然后进阶包就看他们以后要不要包 那如果你是对那个淘宝很熟悉的 或者露天很熟悉 或者你家旁边就有那个 像那个光华商场三创这样的店的话 那就请自己去买一下 但是唯一拜托请你注意就是 我们在买模组的时候 有时候它同一个模组 它会有三只脚或四只脚 那通常三只脚的 它可能就只有提供数位的开关 就是说它感测进来的东西 它只给你零或一两种数字 那可是如果你需要比较做细致的 这个程式的运作的话 你可能就希望它有那个类比的输出 analog的输出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各位再注意一下 然后如果它刚好可以搭配 搭配那个GVS的顺序的话 那又更好 但是其实大部分80%没有到这个顺序 它会乱跳 那乱跳的话 乱跳的话你就要去买那个杜邦线 它是属于那种活动的 活动的头 比例来讲 像这种 这种它每一根头都是分开的 就是你要扩充的话 你是外面自己买模组的 你就要买这种杜邦线 它就会很好使用 然后呢 那个品质当然就是用过才知道 太便宜的不一定 不一定OK 有时候买回来坏了一大堆 然后如果你是买类似LED这一类的东西 或者那个继电器 它你在送讯号出去的时候 你送on或送off 如果你是一般我们都会买供应级的模组 那供应级的模组比较直觉 就是你送on 你程式送on 那它就真的是on 可是如果你买到供应级的话 它就会刚好相反 你送on的讯号出去 结果它是off 就会刚好相反 那这个没有好或不好的问题 就是供应级比较适合我们初学者 但是在电子电路的设计上 其实是供应级是比较OK的 因为这牵涉到那个电流 电流驱动设备够不够力的问题 然后还有如果你买电池类的 马达类的这个海关都过不了 你可能就要另外找 集运商走小三通之类的 然后再来就是电压的问题 那有的像电器列 就会110、220要注意 那买我们模组 有时候你也要注意它的 适用的范围 比如说你的马达 它有的上限只到6伏特 比如说SG90 那你如果用那个1860 两颗串起来就7.2伏 就超过了 那所以要注意这些小问题 就是自己买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这些事 好 那么再来 在课堂管理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 其实你不用每个模组 都去教它怎么接线 其实是不需要的 那我们举例子来讲 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模组 它三只脚 它这边一定会有GVS 三只脚 看不清楚 不好意思 我换一下位置 随便比如说一个光 一般的感测器 一般的感测器 它其实都会有3PIN 其实都会有3PIN 那像 像这个你去外面自己买的 它应该不会照GVS 所以你看它这个就是VGS VGS 那所谓的V 它因为电路 许电路的厂商都不一样 所以V就是正电 在我们Arduino里面 其实就是5伏特 所以它这边标示 有时候会标V 有时候标VCC 有时候标5V 有时候标V 有时候标一个正 加号 这个都是指V的部分 那接地这个是电子电路的符号 接地的符号 那它有时候会标G 有时候标GND 有时候标负 那这些都是接地的意思 那另外一只脚呢 当然就是讯号 那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它模组都需要供电才能运作 所以这个V跟这个G就是提供模组供电 所有的模组几乎都有 那所以想当然了 想当然了另外一只就是讯号线 所以如果这个是输出模组 那这个就是从Arduino那边过来的讯号 那如果这个是输入模组 就是这个讯号就会送出去给Arduino 所以你只要跟小朋友讲说 讲清楚这个原则 这两个就是负责模组供电 另外一个就是讯号 那这样子小朋友就会 以后看到模组就容易自己能够学习 好 所以这是有通责的 有通责的 所以你不用每一个每一个模组这样讲 所以通常我会讲一个模组之后 第二个我就会问他说 那你试试看这个应该要怎么接 那他大概就会知道了 好那另外就是如果你 刚刚我们讲 如果你不缺这个小钱的话 其实这个排线真的 真的蛮好用的 就是说你买这种分开的多PIN的 然后因为他是 他一排是40PIN 一排40PIN的话他每10PIN就重复 颜色就开始重复 那所以我通常会这样子 我买来就把它拆掉 就10PIN10PIN先拆 10PIN10PIN 10PIN拆掉 那拆掉之后呢 因为我们感测器大部分都是三只脚 不然就四只脚 那所以我就会习惯 我如果会依那个电子电路的习惯 我就会这样拆 这个中色 这是咖啡色 咖啡色 红色 橘色 我就通通把它拆下来 所以你买一排40支的 你就可以拆出这样 这样同颜色的 就可以有四组 同颜色就可以有四组 那所以以电子业界的习惯来讲 我们习惯就是咖啡色 黑色 白色 像这几个颜色 大部分都是拿来接地 接地 然后呢 红色就是正电 就是V 然后另外其他的颜色就是训号 所以当我这样训练小朋友的时候 他们以后呢 自己拿了线 自己拿了模组 就会自己接 GVS GVS 就会自己接了 那所以其实 那这个一排才多少钱 一排差不多30块左右而已 所以也不贵 也不贵 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给 就是花一点小钱 来做一些这样的处理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有些国中以上 他 开始玩到面包板 直接使用电子零件的话 那他这个线材 可能会需要公投 那你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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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需要公投的 其实你不用买 你的杜邦线 不用再去买公投的 其实你一般去 这个叫杜邦排线 那你买杜邦排线的时候 其实他有分公投跟母投 那像 像这个 这个是公投 就是他出来是针 针角 这个叫公投 那像这个 这个是母头 这是母头 这是公投 那所以你去买杜邦线的时候 他有那个双母头 就两边都是母头 那也有一母头 一公投的 也有两边都是公投的 那其实你不用那么麻烦 你就跟我一样 我都是买双母头的 双母头就是 两边都是母头 那如果当 有一天你需要 这个公投的时候 怎么办 你需要那个 针角的时候怎么办 请你再多买 多买这个东西 这个叫排针 那你买排针 他其实有那种 两边等长的 有两边等长的排针 可以使用 那如果今天你 你买的刚好 不是两边等长的 也没关系 你就用写口钱 把你要的 拼角剪下来 稍微 那个塑胶 稍微往下压一下 稍微往下压一下 让两边够长就好 那你其实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像这样子 母头就变公投 母头就变公投了 所以换句话说 你这个杜邦线 加这个排针之后 所以不管你要 公投或母头 随时都生得出来 随时就可以生得出来 那所以这样的方式会 比较能够灵活运用 好 那所以这个是 所以你可以用一点 色彩管理的方式 去使用杜邦线 然后再加上那个 双 这个叫排针 这个叫排针 然后这是双边等长 这个没有等长 你可以买到双边等长的 长排针 单排的 那这样子就会 在那个上课的时候 就会非常好使用 那这个问题判断 这个部分 我下次再一起说明 就是上课会遇到状况 大概就是这些而已 Transform 大概就会遇到 这些状况而已 那另外就是我的 我在收零件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我会 我不喜欢一盒 一盒的 就是如果你是用一盒一盒 像这样子 像这种盒子 然后里面什么都有 那种套装 其实我不喜欢这样子 因为第一个你 学生都打开之后 什么东西在 什么东西不在 可能久了 你也不知道 临上课的时候才发现 他怎么两个灯 他的没有灯 然后这个坏掉 那个不见 这样 所以这种东西 其实很不好用 除非你是出去上课 出去上课 那我在教室里面的管理 我其实喜欢用 用这样的东西 然后每一栏里面 我就放同样的模组 那所以我今天上课 一定是可能只用到 一个或两个模组 除非我是上专题课或整合的课 那所以在基本的学习课 上面的时候 我就是 就是一栏拿出来 就全部搞定 就全部都是这个光线 光线感射器模组 或全部都是马达 这样一栏就搞定 那搜也方便 检查东西有没有坏 也都很方便 所以我是这样在做处理 然后 然后至于那个USB线 我就会买那个魔术粘的 像这种东西 等一下 像这个 那个 搜线的那种 两边 这个叫什么 魔术粘的那个东西 然后你就USB线 收成一捆 把它绑起来就好了 就会非常的方便 你不要跟那个盒子放一起 会很乱 非常的乱 那 使用Arduino上面 唯一 唯一要提醒小朋友注意的就是 那个板子是裸板 裸板 这个是我第一堂课 都会跟小朋友讲的 就我们Arduino板子都是裸板 那所以有些老师会 可能3D列印一个底壳 把它套起来 或是下面就粘一块木板 或者是什么压克力板 什么都可以 那我会交代小朋友 因为不是只有下面这样子要处理 因为上面也是裸露的接点 那裸露的接点就会有导电的问题 那导电就会有短路的问题 因为它你看G跟V就在隔壁而已 隔壁而已 所以如果不小心 它就直接把这个排针丢上去 或者是说它的 它就放在那个铁桌子上 或者是一堆乱乱的零件 然后放上去的话 这样是有可能会造成短路的 那不过也不用担心 这个板子短路的话也不会爆炸 因为最大的电压只有5伏特 只有5伏特 所以不用怕电到的 不会完全不会有感觉 但是还是要提醒他们注意一下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是在我们课次管理的时候 有时候要注意 会让你上课更好上 然后以前 那我接下来剩下时间不多 所以我就直接先 先示范一下那个教学的部分 那教学的部分 以前我们都会 一次讲一个模组 所以我们都会像这样子 我的步骤是这样子 先教它辨识GVS 然后把它接上去之后 接上去之后 然后接到板子上 那因为它是这个输入 它按钮是输入 对Arduino来讲 按钮是侦测外面的 有没有按压的状况 它资料会进到Arduino里面 所以进去 所以它是输入模组 那至于输入模组的话 你就可以插在上面 也可以插在下面 因为现在全Sport的脚位可以自己定 所以这边是属于数位的输入 然后这边是属于类比的输入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用数位的输入的话 那你就插在数位的脚位 就插在数位的脚位 那你插哪一只脚 等一下程式就要写哪一只脚 那这种只有两种状态的 它只有按下去跟没有按两种状态 就是按跟off两种状态 那所以进去的资料也是两种状态 也是两种状态 那这种数位的模组 插在类比接角可不可以用 也可以 我们如果把它插在类比的输入 也是可以用 只是它本来插在这边 进来的资料是0或1 但是如果插在这边 进来的资料可能就会是0跟1023 就是0伏特跟5伏特的意思 所以你插在这里也可以 插在这里也可以 但是写程式的方式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会先 就是先拿一个模组 那当我们要讲那个数位输入 跟类比输入的时候 我们就会拿一个来直接试 两种程式给它看 那就是教他们来这样子做使用 所以它就可以 以后可以很灵活的运用 好 那今天假设 我就直接开那个Transformer 给各位看一下 好 Transformer最近有出新版 但是我还没更新 现在还是用那个2.0的稳定版本 不好意思 刚刚没按到 好 那么 这是以前我们在S4A时代用的积木 它怎么了 正在使用此后的 两个了 两个不好意思 好 那么 这是早期我们使用S4A的时候 如果你还坚持要用旧型的 就是Squatch 1.4那个时代的积木的话 那你就选它 那我们现在其实都用Squatch 2的积木 因为第一个积木比较多 功能多 然后第二个都是中文 好 那就选你的连接的板子 然后第一次 只有第一次要烧刃底 要打勾 其他不用 那这边就是看你的需要去做选取 所以一二三四 然后我顺便要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在教这样电脑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示范点选按钮的时候 都要停在那里一下子 给小朋友看到 如果比较没有经验老师 他会我们点这里 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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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直接按连线 小朋友都还来不及看到 他就把它点掉了 这样不太好 所以我们要先点一下 那个指标先放在这边 给他们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 点好之后给他看一下 重点是还有一个重点 当你全部都设定好之后 你要等个五秒钟 因为有老师会拿像 怕记不起来 他会拿那个手机起来拍照 你要给他们拍一下照 好 都好了吗 那就按好了 才按连线 所以上课有一些小技巧 这个都是大概教了几年之后 才发现的事情 那现在就是跟各位提醒一下 好 那么你 所以你看现在备课多简单 直接把全Sformer打开 然后就可以直接 他自动帮你把Squitch都开起来 积木都叫进来 你还不用烧韧体 好 所以现在真的是方便很多了 好 那你 我使用的接角是三号接角 所以你就用 使用数位 接角的三号 这个你插在哪一只角 就用哪一只角了 那因为现在是做输入使用 因为是按钮 所以我要读资料的时候 就要去读取数位角位 读取数位角位的值 所以 那为了我们要在画面上看得到呢 所以我会 我通常步骤会先这样子 好 为了我们要能够在画面上 看到这个数字 所以我让小猫用说的方式 把它说出来 那因为要不断的说 你才能不断的侦测 所以我们会加一个重复 把它包起来 然后启用呢 就是我们 我们在使用这一个人 就好比你如果是李安 你要演一出戏的时候 你就要先雇用演员 所以这个启用就是雇用的意思 你雇用了他 你才可以叫他做什么事 所以要先启用 才能够叫他做什么事 启用只要一次就好 要叫他做什么事 可以一直去不断的使用 好 那所以你就把它接起来 把那个日期点击一下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里可以显示出 他的数字的状态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就要把你的规矩拉到一边 然后你的那个画面 好 所以这时候你这个能够 能够对照的画面就很重要了 所以你就要 就要另外开一个视窗 把你的网路摄影机 那所以我才说网路摄影机很好用 我们都会用网路摄影机来做实物投影机 那这样就可以两两对照 那如果你是那个两三万的那种 实物投影机 他就没有办法这样对照 他就只能显示这个画面 那就反而 比较多钱的设备更不好用 好 所以我们在日期执行的状态下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压下去 你看同时那个小猫 小猫压下去 这里就会变一放掉这里就变零 就它可以左右互相的对照 好 才可以验证说 我的程式真的是有在运作 真的是可以运作 好 那当然你刚刚我们说 这是数位的接角 所以我今天如果插在这里 回应的就是零跟一两种状态而已 因为它是数位的 非黑即白 不是有电就是没电 好 那如果说今天你要用的是 类比的接角 那其实也可以 没有说不行 那所以你把它插在这边 那插在这边 这边是A0 那我们使用类比的接角 那我的程式就要不一样 好 所以我这时候就要改程式 因为我使用类比的 所以我这里就选类比的 就选类比的A 然后我插在第0之接角 做A0 回输入 这个就不要了 那当然所以读取的值也不是用数位 就要用类比 那一样要选A0 你雇用了0 就只能叫0做事 一样把它放进去 好 那我一样来执行 那这时候呢 没有电没有按的时候 它还是0 但是呢 一旦你按下去 它会变1023 那1023的意思 在电路里面 其实就是5伏特 它只是电脑 我们的Arduino 它用这个实镜位 就是2的十四方的晶片 精细度的晶片 它把5伏特切成1024份 那其中最后一份是1023 那所以这个就是有电 然后你放掉就是没有电 因为这是一个数位的输入的开关 所以它只能提供两种状态 但是提供哪两种状态 如果你是插在数位的 它就是显示0跟1 如果你是插在类比的 它就是显示0跟1023 好 就是只有两种状态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在 这个接角的部分 其实并没有限定你一定要接在 数位或类比 完全看你程式的需求 或者是角位的需求去接 然后以前我们可能讲完按钮之后 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下 所以我通常会 会讲了一个按钮的时候 我接完线之后 我会让它先观察这个 这个数字跟真实的 真实按压的时候的变化 所以刚刚我们有看到 真实按压的时候的变化 那这样对比之后 确定它的线路都没问题之后 我们才可以叫它写程式 所以你这个动作是要先做的 所以观察它确定没问题 线路也没问题 都会运作之后 那这时候我们才来开始 我们才来开始去设定程式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应用 比如说 这时候你的那个小应用 你的程式是越小越好 所以比如说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假设大于小于好了 好那我们就用两种状况了 好如果呢 如果这个数字刚刚讲只有两种状态 有压下去是 现在是用1023 所以你就让它放进去 如果这个数字大于 它是1023 那就换句话说 你中间随便选一个数字 比如说500 好所以如果大于500 比如说刚刚的状况 1023 那就是表示有压下去 好那所以我判断是就放在这边 那有压下去就会做这里的东西 那没有压下去就会做这里的东西 所以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外观 比如说效果 然后我用 鱼眼就是会大肚子的效果 中间会放大 然后我给它100的数字 然后这边也是鱼眼 然后给它0 就是恢复原状 好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丢进来 那所以换句话说 当我按日期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去检查这个按钮 好有没有被按 那如果有按下去 它就大肚子 没按放掉 它就缩回原状 好 所以小朋友就可以了解说 哦原来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我可以这样子放在程式里面做使用 好 然后它跟程式联动的关系是怎样 好 所以它就会熟悉这个按钮的使用 那这时候一开始是不适合做整个游戏 不适合做整个游戏 我们先让它了解某一个 某一个模组的使用 那再来呢 之后我们可能会 换下一个模组 然后同样重复的步骤去教学 对不对 可是现在比较新的 就是我们会 会找同类型的一次讲 好 比如说 好各位 这按钮 数位型的开关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滚珠开关 它也是属于数位型的 里面有一颗珠子 当你倾斜这个角度的时候 珠子掉到底下 会把两个接触的线会接触到 所以相当于这个按下去的样子 那如果往这个方向倾斜 珠子跑到前面 那就没有接触到 就会相当于off的状况 好 那这个是极限开关 或者线位开关 或者围动开关 名称有很多个 那它其实也是按钮 所以这几种形式都是属于数位开关的形式 那所以换句话说 它的用法 它的程式用法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唯一的差别只是在于 你要使用在什么情境上 假使你今天是把它藏在这个沙发底下 那大人的屁股坐下去的时候会按下去 那我就用按钮 或者是用这个极限开关 OK 那可是今天我如果要来做 做这个放在腿上面 然后大家比赛 比赛谁跑步跑得快 那个次数跑得多 那这时候呢 因为你不会 就没办法用按钮 那你这时候可能就考虑用滚珠开关 那滚珠开关 你就直接更换就可以了 那滚珠开关 刚刚讲嘛 就是这样跟这样 它是两种不同状态 那你把它贴在你的脚上的时候 你脚很快在震动的时候 它会这样子 怎么样 这样不就可以很快地计算 计算那个开关的次数吗 所以其实这些同性质的开关 它的程式的用法其实是一样的 那唯一的差别就是 不同的开关运用在不同的情境 不同开关运用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那就跟你的作品有关系 所以我们慢慢的那个教学就会 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做处理 这样不但教学的速度会变快 会变快 而且就是小朋友会触类旁通 会学得更快 然后你的就教学会更有效率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同一类的东西 教一次就可以了 就教一次大概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们一般的正规的基础教学 是从简单的输出输入开始教 然后最后 我们其实它的步骤是这样 先了解那个模组到底做什么用的 讲一下原理 然后接完线之后 确认原件正常 然后一点简单的测试的程式 然后你要去观察 那个数字的范围落在哪里 然后测试没问题之后 最后才写程式 这个步骤一定要 我们现在我的教学里面 我都会要求这个步骤 一开始先接完 先检查有没有正常 能不能看到数字 数字落在哪个区间 知道它的区间之后 你才有办法写程式 所以这个步骤一定要让它每一次在换新的模组的时候 就做这样的步骤 那它以后就会自动化 你就不用每一个都要重头教 那我想我今天就是 那之后 之后如果说小朋友基础的部分 它已经会了 那你就可以考虑再进阶 那或者是改用主题式的教学 或甚至到最高级的教学 你用不管是用PBL的方式问题解决 或是就是你设局 然后提供情境 让它自己去自由的去想它的题目 然后再做一些讨论 做设计思考的整个流程 这个都是比较后面的流程 所以基础的流程 基础一开始 小朋友刚开始学 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 就是类似刚刚的方式 稍微带过一遍 让它能够出为常通 我觉得这样子 在教学上面就会非常的有效率 也会非常的简单 那我想时间上差不多了 那我就把时间还给大家 好谢谢文盛 我们有一些人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有人提说这个简报可以分享吗 可以啊可以啊 我没有简报 我没有做简报 那个新制度可以 没问题 没有问题 要去哪里拿呢 我都把他丢在普朗课好不好 好好OK 那就麻烦各位 自己到普朗课那边去看 我们那个 TPEG FB的那个社群去看一下 那刚刚有人问到说 Transformer在MAC也有资源吗 他们好像正在做 医学正在做的样子 好所以进行 那因为我们有跟他要求 因为很多老师有要求 好 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 Aduno在MAC上面驱动怎么安装 好像有 Aduno在 那个官方网站上面就有 他有提供 那个MAC的驱动 对 Aduno官方网站上面 对对对 有他有MAC的版本的驱动 对 好 我相信有很多非MAC不用的人 你也可以在MAC上面装Windows 对对对对对对是 那因为文胜这一台看起来就是在MAC上面装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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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是Windows 你的是Windows 我用不起MAC啦 不要笑我 谢谢 那文胜今天晚上的课 我觉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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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从很基础的地方开始跟我们讲说 那个 如果要教小朋友做创课这些方面的东西呢 有哪些方向还有哪些器材 甚至于还甚至于还跟我们讲了一下那个整个上课的流程 相信我们下一次的课程会更精彩 其实这个部分 如果你两次两次讲不完可以讲第三次没有关系 我觉得大家都停留在这边 我听了非常非常的入神 因为本身我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了解 只有写程式没有问题 但是电子类的东西 我相信很多老师都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好的底子 所以文胜可以在电子类那边的那个知识那边多加强一点 我觉得这对一般的老师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有注意 然后再来就是后面的那个教学的那个部分 觉得很重要 因为教学是经验的累积 尤其是我们以前在教电脑都知道 像刚刚文胜有提到说 到哪里要停一下那个部分 确实是以前我们在教电脑教久了以后的一个经验的累积 因为以前在教也常常这个样子 明明教完了小朋友为什么不会 后来才发现我们自己做的太快了 而且还要重复 所以各位老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看一下文字 基本上目前是没有了 那各位老师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文胜把那个简报就是那个新制图丢在 丢在我们的社群的时候 也可以在社群底下问 那今天的时间刚刚好 文胜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那个精准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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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